众所周知,我们虽然以各种奇葩车祸闻名世界 但这次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车祸 而且还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诡异,对,就是诡异 二狗下班回到家跟往常一样 打上一会儿游戏 指指这枪法有点不如哦 一夜无话 早晨这小子还是跟往常一样 提晚了,所以出门也会跟往常一样 急急忙忙 好家伙,跟他相当的车咋奇奇怪怪的 怎么看都像他昨晚游戏里的车辆 二狗却认为他是没睡到自然醒 也慌了 所以赶忙开着车往公司赶去 而这一切才只是刚刚开始 此时二狗看了看迎面时来的汽车 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 游戏里的东西怎么会来到现实世界 殊不知巡逻车已经来到他刚刚撞车的地方 而且轻易做的都是乐高汽车 就连巡逻员老王都变成了乐高人 而这一刻二狗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仿佛他才是一世界的穿越者 就让他家好友准备离开的时候 巡逻车停在了他的前方 面对这种事情二狗还是很有经验的 一个机道车 然后一脚右门 那是有多快是按多快 熟悉的味道 但不是同样的配方 可看起来又那么合理 因为老王还是一如既往的菜 事态再次升级 二狗此时俨然已经成了通缉犯 在公路急迟的他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 不过下一秒他就暂时安全了 因为对他的是老王的哀徒 而且得到了真传 此时二狗的心里气上巴下 活活不安 因为他知道他又升级了 而且不过后面有罪兵 前面也有了堵截 只是令谁都没想到 当巡逻车追到尽头时 却没有看见二狗的影子 真是奇了怪了 哎哎大哥 赶紧踩上车 好嘛 人没抓着又舍了这么多人 也不知道是二狗一夜之间 打脱了这毒二脉 成了飙车高手 还是变成乐高人的巡逻员骗笨了 此时的二狗站在远处的山坡 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同时也认为自己安全了 就想开车离开 只是巧合总是来得这么突然 一辆掉对的巡逻车 欢欢式来 好巧不巧的还发现了二狗 真是巧他妈给巧开门 巧到家了 那二狗是否能再次平安脱困 咱们明天再说 我是蚂蚁哥 咱们明天见